大家好 我是小黑 我现在在滨海新区的万达广场旁边 身后就是万达广场 最近我发现我有点缺油 是正好有粉丝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 卖寿喜烧自助的店 据说这个店的口碑是非常的不错 说实话我还真没吃过寿喜烧自助 光是帅羊肉了 今天去尝尝 看看这个味怎么样 看到了就是这 叫巡野菜 巡野菜日式和牛寿喜烧专门店 店看着还不小 进去尝一尝 你好 两位 咱就是寿喜烧是吧 就是火锅呗 然后日式和牛火锅 好几种套餐 128的 158的 218的 还有268的 团购的能用吗 可以 336的双人餐 对 这款套餐 双子套餐 这款是双酱牛肉煎唱吃 黑毛牛五花唱吃 什么松板肉 铁板烧 M6-7的和牛唱吃 寿司甜品 东西还是不少的 这两款贵一点的 就是M8 M9和牛 336这个 我是现在买 对 现在卷下锅底 瘦喜锅 泰式东英功 然后菌汤 养盐锅 辣锅 番茄锅 咖喱锅 一个瘦喜 一个泰式东英功 咱们学一下肉品 M6和牛 这一盘里就这五片 对 三四片 先来五盘 好 先来五盘 我先看看 这两个吧 就五片 好 还有甜品 甜品种的也不少 绵绵冰 杏仁豆腐 猫爪 你看人家的甜品 做的 啪啪牛 甜品后面点也行 那我待会再点甜品 可以 菜已经点完了 然后正常是188一个人的套餐 自助 然后现在用团购的时候是336 便宜了一点 这是蔬菜台 小料种类也不少 小凉菜 西瓜哈密瓜 这是喝的 瘦喜烧是去蘸生鸡蛋是吧 对 无菌蛋 这是无菌蛋吗 来一个 切瓣烧这应该也是大厨现做 待会 这是刚烤出来的吗 肯定不是刚刚 就是今天 上菜很快 锅已经开锅了 这是刺身 这个是每人一份 我们这是两个人 这应该是两人份 这北极贝4片 三文鱼有那么几块 这就有4个甜虾 这是M67的和牛 每份的3片 看这小颜色非常不错 肥瘦的 有没有点雪花和牛的感觉 这是两个铁板烧的 这是什么肉 我也不知道 这应该是松板肉是吧 这是什么牛五花 这是小虾滑 这喝的好像是日本进口的吧 这个是猕猴桃青瓜 这是芒果南瓜 先来一块三文鱼 鱼肉还算比较新鲜 但是不厚就是太少 我很早就看那个孤独的美食家那个 人家吃那个寿许锅 蘸这个生鸡蛋 我特别想尝一尝 今天咱也试试 五菌蛋生鸡蛋 来点牛肉 走你 小牛肉 我再来一块子 小牛肉一涮就行啊 不用火大 有那么几秒 OK 出锅 蘸点生鸡蛋 第一次这么吃 女工肉挺好 挺香的 又非常嫩 真的还幸福 蘸这生鸡蛋 生鸡蛋还真不行 但是我没有吃出来 这生鸡蛋有什么味 我该吃一块牛肉 蘸这生鸡蛋以后 就是在这个口感上 特别的顺滑了 但是鸡蛋是没有 我是没有吃出来任何腥味 也没有什么味 就还是这个牛肉的 牛肉的这个香味 和这个锅底的 太爽了这样 这样吃牛肉 行 6.7的一下要了5盘 这已经2盘下去了 开始我还怕吃要多了 每片里3块的话估计不够 唱吃 下点这个东京宫里的 辣一点的 好漂亮 小牛肉一涮 马上就变颜色了 尝尝这个东阴公这锅底的 这肉的肉质 我觉得还非常不错的 非常的嫩 然后瘦的多一点 肥的少一点 但是也到不了那种 入口即化的程度 酸酸的味道一点辣 菜式那味还挺足 它也有铁板烧 一共今天有5种 那都是鱼啊 我拿了一条小多春鱼 这是一个小鱛鱼块 但是它那都不是现做出来的 现在味道有点凉了 尝尝 这没什么 就是把那鱼肉弄熟了 没什么味 我又调了一个小海鲜汁 我估计这玩意吃麻酱 可能味道 它这个汤底其实就挺香的 也有咸味 咱就尝尝这海鲜汁的 这应该是牛五花吧 这看着肥的稍多一点是吧 但是看着也很嫩 这个牛五花肉吃起来啊 就明显不如那个M67那个 看看他们的虾滑 这哪叫虾滑 这不就是几个大虾人就粘在一起了吗 有面 这虾滑我塞 太给力了 这个人 那咱五份 澳洲火牛5分6 开锅5到8秒就可以了 刚才煮火大了 这个人说下锅这个3到5秒 5到8秒就行 那我们来五份 5秒钟吧 多漂亮 咱这次来个5秒的 下锅 1 2 3 4 5 哎呀 还微微有点小发红呢 5秒的小和牛 是更嫩 超级嫩 但是我感觉这个 蘸鸡蛋怎么没有蘸海鲜汁好吃呢 蘸鸡蛋就怕它就 鸡蛋就没有任何味嘛 就把它那个咸蛋味给去除了一些 但是就是顺滑了 我口中可能 我觉得蘸海鲜汁好吃 该说的说完了 我就开始干了 咱就说 三个 哎呀 不行了 别有五个五个要了 咱要撒吧 我这还在使劲吃肉 摄像已经吃不动了 这小点已经点上来了 你看 他们这小甜品都很秀真啊 但是很可爱 你发现吗 好吃不好吃不说 颜值很高 既然这甜品都上来了 咱就尝尝 我小猫 哎呦 小猫爪 就是小布丁 挺甜的 我还是先吃我的肉吧 那摄像先吃吧 实在是吃不了 绝对已经吃到这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战绩 一共18盘 实在是下不去了 这家伙 罗大一洗脑糕了 撑死我了 336两个人受洗烧自助 吃得太爽了 哎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受洗烧的这种和牛自助 太好吃了 我们今天这个套餐啊 是那个M6-7的和牛 价格相当于一人是160多块钱吧 虽然不便宜啊 但是我觉得真行 像我这能吃肉的我觉得太合适了 他们这套餐呢 根据那个和牛的等级啊不一样 所以价格也不太一样 我们点的是M6-7的 其实这个M几和牛啊 它就是澳洲的那种和牛的一个等级划分 它澳洲和牛呢 就是从M4开始 一直到M9 越大呢是越贵 它的牛肉的也是越好 雪花纹里越棒 我觉得我们这M6-7的吃也就相当不错了 M9的你啥呀 你多好吃 总体来说他们的牛肉的品质 我觉得是真不错 然后其他菜的种类呢 就种类比较不太多了 稍微偏少了一点 包括喝的呀什么的 凉菜啊 烤的呀都比较少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如果来这吃的话 你就吃和牛 别的烂七八糟的别吃 那牛肉就太好吃了 你整个20盘 我觉得也吃回本了 行吧那那今天的视频就这么着吧 喜欢小黑视频没点关注的 想要点击关注啊 良心评测看小黑 试诚了合足了 收冰吧 前面是万达 万达转一会儿 拜拜下次见